针对赛沙迪四项串谋失信洗钱罪程 国会下议院议长丹斯里佐哈里表明 赛沙迪依然有两次的上诉机会 也因此现阶段赛沙迪还保留麻破区国会议员的身份 昨哈里下午召开记者会回应赛沙迪的案件 根据司法程序赛沙迪可以通过上诉庭 对高庭的裁决提出上诉 如果败诉的话还可以再上诉到联邦法院 根据联邦宪法一名议员如果被判入狱 至少12个月获罚款不少过2000令吉 就会自动丧失议员资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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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订阅